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驻新加坡代表处今年以线上方式庆祝双十国庆 取代网民的国庆酒会 在摄影棚中和旅新桥界线上连线 透过虚实整合的方式庆祝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只好用线上庆祝的方式 但是我们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下周我们可以如常的大家共聚一堂 共同的庆祝我们中华民国 国运昌龙 国泰民安 我们国家的生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庆典 所以我们克服万难 今年我们采用线上的方式来举办 梁国新同时在代表处脸书发布的影片中指出 台新往来密切 尽管疫情来袭 但台新双边贸易仍逆势成长 今年一到八月间 台湾出口新加坡成长了百分之十 而从新加坡进口成长了百分之十四 这项成绩得来不易 再度的证明台新之间双边关系的紧密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梁国新指出 未来供应链重整 经济模式重新形塑 如何维持国家竞争力转型升级 是两国政府努力的课题